较早之前我们已经知道 作为国内的本土企业 龙芯中科正式发布了旗下新一代的处理器 龙芯3A5000 其不仅带来了诸多技术创新 而且获得了多方面的性能改善 然而现在 基于龙芯3A5000的首款笔记本产品 吉特GDC1401 也于近日正式上市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极客机来看看吧 其实从2015年成立至今 北京吉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就致力于公控行业领域 其价产品涵盖了高品质加固计算机 嵌入式公控机 工业平板电脑 以及公控整机等 也为客户提供着ODM OEM等专业化定制方案 而其最新的笔记本产品 吉特GDC1401 就是与龙芯中科的强强联手之作 具体来看 首先是在CPU方面 吉特GDC1401 选用了龙芯的旗舰产品 龙芯357M低压处理器 其采用了南京台积电12纳米工艺 并基于了自主指灵系统 还有A464V结构打造 拥有四个处理器核心 还有一级缓存为64KB 还有二缓存为256KB 还有三级缓存为16M 最高主频为2.0GHz 峰值运算速度为160GFLOPS 典型功耗为35W 而为了保证CPU的正常数据交换 吉特GDC1401 还配备了型号为奇艺1000的桥片 也就是所谓的主板南北桥设计 然后是GPU方面 吉特GDC1401 配备的是AMDR5 340独线 其基于28纳米工艺打造 拥有384个着色单元 24个纹理映射单元 和8个光杉单元 同时还配备了为宽威64bit的 2GB GDDR5显存 至于显示方面 吉特GDC1401 配备的是一块14英寸的1080高清屏 拥有45%的色域 而在存储设备上 其拥有了8GB和16GB的DDR4内存配置 以及256GB和512GB的固态硬盘 当然其也支持了M.2接口的NVMe和SATA 3.0 SSD 至于其他方面 吉特GDC1401还配备了一颗HD720的摄像头 70W的电池 Type-C充电器 两极背光键盘 指纹识别模块 以及全接口设计等 然而比较特别的是 吉特GDC1401笔记本 并没有搭载Windows操作系统 而是选择了知识筒信 UOS 麒麟软件等的国产系统 比如钟标麒麟 银河麒麟等 除此之外 官方还表示 这款笔记本产品 归属于吉特国产化系列 拥有知识产权可控 自主发展可控 技术能力可控等特点 最后是价格方面 目前吉特GDC1401笔记本 8GB加256GB版本 在某东的售价为8050元 16GB加512GB版本 为8650元 这样的价格的确算不上便宜 但由于和目前主流的笔记本 差别较大 所以不能同等衡量 至于整机性能方面 由于条件受限 所以暂时不得而知 当然如果后期小伙伴们感兴趣 我们也可以为大家带来 更为详细的评测 但仅就龙心3N5000的性能而言 我们也已在此前的视频中讲解过 其在基于国产操作系统 Unex Bench的情况下 龙心3N5000的单线程得分 达1700分以上 4线程得分达到4200分以上 对比上一代的龙心3N4000 其性能大致提升了50% 同时功耗却降低了30% 整体性能几乎与AMD的第一代锐龙 和英特尔的六代酷睿不相上下 除此之外 龙心中科还表示 为提升处理器性能 其还将发力自主指令系统架构 比如GCC编译器 GNU工具链组件 以及LLVM主线支持等 向英特尔和AMD看齐 但是现在国产CPU依然需要 克服困难并砥砺前行 所以就请继续加油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目前超级客的置顶动态中 已正在抽取RTX3060T显卡 显示器等奖品 感兴趣的玩家们千万别错过咯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 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极客机 我们下期再见